安波CS中超足球快讯 2021年8月6日 河北队激战国安 周五晚上 中超有好戏上演 届时由河北队对阵北京国安 两队近况大同小异 大家都是取得二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双方状态难分高下 此番不妨看好两队握手言和 河北队目前斩获五胜三合二负的战绩 攒击18分排在苏州赛区第三名 上轮比赛 河北队迎来了实力不俗的上海海港 该场比赛 其主帅大胆使用心源里安纳赌卢比斯 不过这也实属无奈之举 因为河北队的封线实在无人可用 自从球队送走了马卡奥 导致其攻击线大受影响 以至于就算尹洪博或施尼斯等人 能够为球队输送火力 但封线上也莫有人能够从容接应 而里安内度卢比斯 则顺势承担起了这个攻城拔债的重任 最后能与上海海港各取一分的结果 也在球队的接受范围内 河北队将心源级插击用的效果立竿见影 不过因为河北队在赛季初遭遇经济危机 导致球队被迫无奈 只能断臂求生 期间出售了不少重要球员 而如今潘喜明又因伤缺阵 整体上队内依旧缺兵少将 此番对手北京国安近况不俗 河北队里应谨慎应战宝和争胜 另一边乡 北京国安近期轨迹与上述的河北队颇为相似 球队近期评级巴干部和于大宝等人的出色表现 先是破合上海海港 跟住连展大连人和武汉队 连取7分的北京国安一局反超上海深花成苏州赛区第4名 球队士气因而有所提升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北京国安的防守端仍有待加强 球队近四轮比赛中有三战均有失球 而赛季至今军场失球数在该赛区前5名的队伍中是最多的 而且目前他们身后还有上海深花在虎视眈眈 因而接下来对镇本赛季整体表现略胜一筹河北队 北京国安仍不可掉以轻心 阵容方面 中场侯永永与庄拿奋维拉因上无缘披挂 而后金民仔未有归队 感谢收听安波CS中超足球快讯 按赞和分享是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